一到暑假不少學生都會趁放假 報名駕訓班 不過受到少子化影響 駕訓班人數捏捏銳減 七月分這期 一百十 要十個 今年呢 今年七十分元 平常差不多一百人 現在差不多五六十人 光比較全年度 報考人數最多的暑假 今年跟去年比 人數就掉了三到四成 除了少子化因素 也跟去年大多數人搶先參訓考試 避開心智路考有關 但也因此連帶 害慘教練薪水 有人最慘一個月月薪領不到一萬五千元 就是因為領薪算人頭 人少領得少 非寒暑假忘記 領一萬五到兩萬元的教練 不在少數 也因此不少教練受不了低薪 紛紛離職 或者是把駕訓班當作兼職 再找其他正職工作 否則光憑一個月十五K的薪水 實在無法維持佳計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